视频剪辑这么大的流量 钱还能不能赚了 头部账号读摄电影 可是稳定的月收入200万呀 一年就是2000万 今天呢我们就过把瘾 把这个聊透 相信大家在刷抖音的时候 都看过这么一类电影解说的短视频 把一部几个小时的电影 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讲完 观众们超级喜欢 但是呢 搬运影视资源为素材 属于白嫖 电影电视剧的投入是以依赖计算的 按理说呢 这应该算是作品的衍生收益 但是呢 投资方却没有从中 捞到任何的好处 所以就出现了4月23号 514位艺人站台 发布联合声明 杨颖 肖战 杨幂都在 对影视资源的二次加工 进行严厉打击 抖音平台对这种搬运行为 加强了生活 发现视频就下架 甚至封号 那有人就问了 明星呢 动不动就是日薪208万 好像呢还轮不到我们去同情吧 那读摄电影作为头部账号 月收入也才200万呀 按理说呢 明星是看不上这点小钱的 真正赔钱的金主 都是属在下面的 大家呢 赶紧点赞转发保存 可能明天就会下架了 就拿爱奇艺为例 去年一年 亏损了70个亿 还有几家长视频平台 这几年呢 一直在赔本转腰喝 但是当年 长视频很火的时候 也没见他们为创作者维护版权呀 说白了 无非就是利益 现在呢 一个个都跑去看短视频了 谁还会开长视频的付费会员呢 但事实上呢 根本就不是这样 你拉不出屎 就要怪地球没有引力吗 我好像也没有看过哪家店 生意不好 怪顾客不给力的 大家迷恋短视频 纯粹是因为人性 几分钟就知道电影怎么样了 好看就去看完整版 那不好看呢 就不浪费钱去开会员了 所以呢 经典好片 经过博主的剪辑 是会勾起大家 观看完整版的欲望的 比如小舍得 和一些票房很高的电影 各大博主疯狂案例呢 有导流的作用 资方肯定是不会打压的 反而是那些烂片 总是会拿版权说事 所以说呢 影视解说账号 肯定是能做的 经典老片 不用担心拿版权说事 那对于还没有经过市场验证的新片 我们必须拿到授权或者合作 比如读摄电影 每个作品呢 都有自放的授权 最近30点发了10个作品 8个是新片上映的宣发 星组显示 每个收益呢 是26万 妥妥的200万到手了 它不香吗 我会持续给大家拆解谣言 分享赚钱的账号 关注海天 带你我IP的思维看世界 得音